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海军将于四五月间在中国的黄海海域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有关这次演习的筹划和准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这次演习旨在深化中国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高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 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俄罗斯海军副总司令苏哈诺夫日前表示 这次演习将是两国海军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演 有媒体称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将派出瓦联格号 大型反潜舰等十多艘舰船参加军演 这将成为中俄海军继2005年 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代号为和平使命2005的联合军演后 又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与以往的中俄联合军演相比 这次演习的科目将会设置的比较复杂 中俄双方将一起演练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有可能包括如何夺取战区制空权 制海权等内容 在餐演装备方面 俄罗斯方面将派出十艘作战舰艇 形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水面舰艇编队 除了瓦联格号导弹巡洋舰 还包括一些驱逐舰和护卫舰 根据外交对等原则 中国也会派出相当数量和级别的舰艇参演 通过加强指挥控制通信协调战法演练 加强中俄双方的合作和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